哦 我們中國軍隊 是最偉大的軍隊 設置軍隊是全新全義為人民服務的軍隊 我們的種子要消滅別人不能向海群眾 要為諸國爭光 不能給中國丟一 必須打這一仗 為什麼要打這一仗 因為這一仗打正了 我們才能安心建設我們的國家 這一打 打出了一片和平的天地 我們打出了我們的國為、軍為 世界都看到了 所以我們為什麼 那麼簡單、那麼弱 我們為什麼能打敗美國人呢 就是不怕死 我給你舉個例子 我們吹個小喇叭 我們不得要生物進去呢 它都害怕死了 趕快往後跑 我們呢 我們不是 我們說我們人海戰術 不管這個士兵的死活 那人晚上堆 不是這樣 我們 我們這個武器裝備 所以比敵人差 但是我們的智慧 肯定比敵人高 我們都知道 一個士兵代表一個家庭 這個家庭帶來的困難 他的父母年紀大的還有妻兒 所以我們的指揮員 非常愛惜自己的戰士 是經驗的減少商 你到了戰鬥時要我隱蔽 我隱蔽不行啊 你連將他拿 我應該跟著拿啊 那不像你誰說笑 我都要去七八歲了 沒事 你管他隱蔽好 不要受傷 這個 你錢都還走了呢 活著的 咱們是佔了英雄的光 佔了烈士的光 事蹟是他們做的 他們佔領山頭以後 打到十一次衝鋒 把這一個連幾乎打光 就剩這副指導員的馬 副指導員 和他下邊七個戰士 排長 三個排長全沒了 胡排長沒了 連長沒了 當時我們市長掉眼淚了 那天進宮前 有個洞員 在洞子裡邊 就在團紙餵鼠 都挺好的 就等第二天都沒了 現在 一想這個事 這些人的面孔他就來 我那回講 我們就對他戰鬥 那十七歲小戰士 舉著手榴彈 兩次負傷 舉著手榴彈 衝到地球 跟敵人通過一境 跟他班長還喊了一聲 跟他班長還喊了一聲 我妹拜活十七歲 才十七歲 牺牲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